謝謝主席 請部長跟局長 請部長跟局長 部長、局長 我想我們東部一票難求的問題 也很感謝其他區域的立委 也在提出這些相關的問題 那我首先要請教的就是說 在上個月我有找台鐵 還有花蓮縣政府共同的來協調 那也非常謝謝台鐵的協助 促成明年有四個連假 包括春節清明端午跟中秋連假的返鄉專策 那花蓮縣議會也通過相關的預算 但是在毛院長上個月到花蓮去 他宣布其實不是只有四個連假 有七個連假 那其他國民黨籍的立委 也宣稱這七個連假預算都已經講好了 那我要請問再多出來的三個連假的 返鄉專策的預算是你們要來支出嗎 我們一般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有準備這樣子的供給 那要看這個縣政府它的需求 如果它有這樣子一個需求的話 我們當然是配合 需求是一直都存在 只是錢的問題嘛 因為地方政府畢竟經費比較有限 所以前面的我剛剛講的那四個連假都是地方政府已經通過預算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 這個多出來的這三個連假 你們這個毛月長 執政黨的委員說都已經搞定了 這三個連假的經費是要由你們支出嗎 你們有編列這樣的預算嗎 我們就是加班車的部分 如果縣府這邊沒有意願 那當然我們就是提供給一般的民眾來訂票 所以你們沒有特別編列這樣的預算嗎 是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 這個在之前 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委員有提出這個 讓花東居民可以優先訂票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看到你們的回函答覆我的質詢裡面 有提幾個理由 自愛難行的理由 其中一個理由講到有違公平性的問題 但是局長部長 剛剛李鴻軍委員在問的這個團體票的問題 如果說團體票可以事先訂票 但是花東居民又不能事先訂票 你們叫做公平嗎 那西部有高鐵有高速公路 有又寬又直的省道 不會有石頭掉下來壓死人的省道 那東部只有一個交通選項 就是鐵路的選項 你們覺得這個叫公平嗎 所以你們說讓東部居民 能夠優先買到一張回家的權利 買到一個回家的票 你們叫做不公平 那我不知道什麼叫公平啊 跟委員致歉 如果那個文字上的表達 不是那麼精準 或者是那麼完善的話 但是只是我們同仁想表達是說 一般來講我們是對不特定的對象 來提供這些訂票的服務 那我們也確實也發現 可是今天你老人票也有相關的優惠 你團體票可以有事先訂票的權利 他就是不特定 但是花東居民 現在連回家的權利都沒有 我的同事陳歐破委員在這裡 依蘭也是有相關交通的障礙 可是他們多了一個選項 就是首都號啦 格馬蘭號啦 這些巴士的選項 他們也有安全的公路回家的選項 可是對花東居民來講 這個連這個選項都沒有 那你今天這麼卑微的一個訴求 讓我們可以比照團體 讓我們有先買到一個回家的權利 一條回家的路 一張回家的票的這個權利 你們都不願意來考量 我覺得這個在我們國家交通機費 跟交通資源的配置上面 這個哪有所謂的公平所在 那第二個你們也講另外一個理由 另外一個藉口說 涉及到個資的問題 不能夠去查查身份證 因為我的主張優先購票 是要搭配相關身份的認定跟檢核 那你們說這個沒有辦法查驗證明 身份的證明 可是問題是你們鐵路運送規則 第十一條本來就有規範 台鐵是可以要求要提出 身份證明的文件 跟台鐵來做查驗 那是針對那些 譬如說老人票或是這種優惠 是啊 那我們現在在講 花東地區的居民可以優先居民購票 這有什麼個資的問題 那搭飛機不都也是要居民嗎 我們去買飛機票 而且之前因為相關交通的困境的問題 例如說復興航空特別給花蓮居民 有這個票價優惠 你只要買票他就自動給你 這個哪有個資的問題 那為什麼航空界可以 這個核對身份讓你居民購票 但是我們鐵路就沒有這個能力 這個法規不是應該一視同仁嗎 因為航空是一個國際航空 現在我想不跟你 不想在這個地方跟你們辯論相關的細節 有志者是進程 只要我們要保障 花東居民回家的基本的權利 我們就應該在技術上去克服這些障礙 要解決這些問題 在現在運能有限的情形之下 我們要兼顧產業的發展 我們要讓外來的旅客能夠去 可是我們更重要的是一個基本回家的權利 你知道今天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 在國外念書 那他想要回台灣過年過節 他想要回台灣一趟 但是所有的班機 全部都被外來的人全部都訂滿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我的子女自己回國回家一趟 是一個基本的權利問題 那你一樣的設身處地 用同理心來看看我們花東居民 回家基本權利的問題 我還是希望這個問題你們能夠再多所考量 那另外在這個改點之後所產生的相關的 有一些車站原來是有車子在走的 那現在在改點之後產生 例如說瑞穗站八個小時之內 沒有一班車停靠 你知道很多小孩是這樣通勤 要去上學的 你現在要等到晚上天黑 才讓在瑞穗的這些小孩 要念花女花鐘 要回到花蓮花工花農去念書的這些 小孩在禮拜天下午他要回去都沒有路可以回去啊 除非他家裡有車子可以載他回去啊 那我們現在在改點之後衍生後續的相關的問題 我希望你們也能夠來正視 當然我理解我們在單軌通車 是有他醞釀的問題 可是以前做得到改點之後反而 我們很多鄉親要回家沒有車座 一整個半天沒有車座 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也是要正視啊 這個部分我已經要求他們趕快做檢討了 好 那另外我知道有一些比較小的車站 也有這個要要求鐵工局設置電伏梯這樣的訴求 那鐵改局也是因為月台寬度不夠這樣的一個理由 表示沒有辦法設置 但是我在這邊要建議 有一些比較小的站他也許班次不多 但是既然他班次不多 那希望在做整個運務規劃的時候 盡量讓他們停靠在第一月台 這樣就沒有這個上下樓梯 老人家要上下樓梯的問題 我舉個例像鳳林站 他其實一天沒有幾班停靠 那如果在設計跟規劃的時候 盡量讓他 他沒有會車的問題嘛 盡量讓他們都能夠 停靠在第一月台 那也免去這個對於 手扶梯的這個 這個龐大的需求 那像電梯也是 因為這個廠商 這個相關的後續的驗收的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完成 本來好意設置的 無障礙的這個電梯 到現在一年了也沒辦法使用 那這個等等的問題 那我們在現在這個過度的這個階段 是不是以停靠第一月台 作為一個優先考量 如果說技術可以克服 不影響整個通勤 能夠優先做這樣的考量 是可以嗎 盡量想辦法來克服 那個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就是電氣化以後 我們有些DMU是沒有在跑 所以有些 但是有一個觀念就是 我們盡量來停靠第一月台 但是因為有些線型跟這個 這些是運轉技術 那我想這個東西 我想如果技術可以克服 以優先 因為它有的站比較小 也因為它小 所以它沒有設置電伏梯 但是又沒有它可以盡量 在停靠第一月台 以這樣的一個考量 所以像三里車站 我們也增設一個D月台 有在增設 那時候我有發現這種問題 至少這個身心 這個行動不方便的人 他上下車能夠比較方便 因為畢竟我們目前的無障礙空間 還是沒有辦法來滿足地方的需求 是 謝謝